再來 今天這個 就算今天穿這樣也好 好適合你 因為你眼睛很大 你知道嗎 所以我覺得你戴的 戴大珠寶其實是好看的 這個也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你之前跟 對 跟朱棣姐嘛 對不對 跟朱棣姐買了 然後之後有一段時間 你讓回去了 今天她又讓你帶來 這個也是 那是那個時候買要多少錢 然後多大 好像沒記錯是 八十以上的 那個時候 買八十以上 對 八十幾 這應該是必喜吧 來 我讓請老闆 應該是必喜吧 請老闆 必喜 是紅寶還是必喜 紅寶這麼大就驚人 太驚人了是不是 這有多重 三十卡拉 三十卡拉 真的很大 而且我跟剛剛講說 你說拍戲 先生覺得很辛苦 是不是有一個很大的原因 是因為你 還要到美國去拍 她會不會覺得 因為你這樣老婆跑太遠 其實我是因為 四年的第一潮期對不對 都真的不知道什麼時候 才能走出來對不對 沒想到就剛好 整整四年 就接到一個電話 就是有一個好萊塢的電影 需要我去試鏡 那我也想說試鏡 我當然是覺得自己不行 因為真心覺得自己肯定不會中 可是對方一直叫我 一定要去 對 那我去試鏡了 然後我都不知道 那部電影是說什麼的 原來是 奧斯卡最佳電影的 烈火戰車的下集開拍 後來才知道 那然後主角就是 莎雍 莎士比亞的 那個男主角 這在我們照片裡面 這一位 是 對 那我就是 戲裡面的一個華人主角 女一 然後華人男主角就是 鬥霄 所以你是演一個故事 那反正在這部電影裡面呢 它是真認真是改編嘛 男主角他是死了 那反正我是唯一一個 生存在這部電影裡面的 那個角色 是 那所以我 當下試鏡的時候 其實沒有化妝去的 因為我覺得已經對自己 沒有了那個很大的信心 沒想到他們就要了我了 所以拍完這部電影之後呢 我就開始有很多機會 拍外國的製作這樣 是 很棒的一個機緣喔 對 而且還可以 你看又多了一個 好萊塢的朋友 然後要到這個 國際舞台上來 對啊 所以很棒 要對自己有信心 我拍這部電影 跟他們所有的外國人 都做了好朋友 我們警察都有在那邊 IG什麼的一直在聊 而且之後也還有在 回去拍戲的計畫對不對 對 就是要讓先生說 拜託啦 讓我 就是你知道 這是我喜歡做的事情 這是我的工作 先生慢慢就會體諒 對不對 到時候也許這一個 項鍊可以派上用場 我覺得它當道具好適合 因為它好亮眼 這顆紅色的壁形 它的產地是巴西 然後淨度也很漂亮 顏色很濃郁 這是一個應該說是 價格應該是 不便宜 當初買 當初買是八十幾 八十幾 八十幾 是 有可能 今天幫你評估一下 來 我們來評估一下好不好 這個應該也滿緊張的 來 請 建 價 真的你看 物有所持 真的耶 很漂亮 很多東西 真的 而且它會一直生殖 會生殖 對 怎麼說 因為紅寶石現在越來越少 那紅壁形也不多 那其他的紅色的寶石 基本上它的價值 都沒有這兩種 紅寶石來得還要貴了 是 所以有這顆 我覺得你可以慢慢慢慢的 他 我認為應該每顆他 大概五萬到八萬之間 是沒有問題的 你看Judy姐賣給的東西 都是好 真的 都是上等的 我記得我跟他賣過 五樣東西算 加三次三個 還有另外兩個 那另外另外兩個 我真的已經 都忘記了去那裡了 所以你看 很好東西 如果還可以再幫他加分的話 怎麼做 廖老師 我看你畫得好認真 怎麼加分 這一顆碧璽 Rubylet 紅寶碧璽 那麼的漂亮 對不對 那麼大顆 那麼的紅 就像我們的國際巨星一樣 是 可是戴在身上 我覺得又回到那個 鐵達尼號的時候 真的 真的 對不對 很像 來一個不一樣的好不好 好 這是 你就應該要搭配 這樣的一個火紅的 Rubylet 它就是一個 黃罐形的孔雀 開瓶 孔雀 這個如果戴上身上 很有攻擊性 沒有攻擊性 就是要走紅毯 真的走紅毯 對 奧斯卡金像獎就是 真的 真的很 對不對 所以我就想說 怎麼會戴一個 這麼保守的一個款式 沒有 我覺得應該要改 跟你說單初買的時候 真的就是 鐵達尼號的那個感覺 就覺得海洋之星 覺得 我的天啊 我有一個 海洋之星這樣 咬一個大眼的 對 很多人都這樣想 可是呢 那個故事結局變不完美 對 你就是應該 既然我要在 國際上發光發熱 我就要孔雀開瓶 就雖然這個樣子 他不是要你天天帶 你就是只有在 什麼樣的場合才帶 帶出來就是 國際級的巨星 Oh my God 紅毯款 真的講得很好 今天準備好 紅毯機會馬上就來了這樣 當初跟朋友買的 這個多大 這個戒子 其實這個有兩咖多 有沒有三咖 快三咖了 三咖了 快三咖 那個時候買多少錢 多少年錢 我沒記錯的話賣六十萬了 六十幾萬 對 買六十萬 對 六十萬 台幣 別的不講 光看這個鑽石的光光 對 你就會發現 這個鑽石是很漂亮 很漂亮對不對 為什麼呢 我們這樣講 只要是寶石 它其實第一重要就是光光 它一定要光光很亮 最好是插電更亮 對 當然這個不能插電 我的意思是說 光光是最重要的 有些鑽石或者什麼 是很大 很白 可是不亮 對 為什麼不亮 很簡單 因為它的 對 它的切割 沒有按照光學的比例切割 那它為什麼 不要按照光學比例切割呢 原因就是 它就要大 所以它大了以後 它的標準鑽石就不見了 所以就不會這麼亮 是 它真的好亮 這就是一個重點 賣鑽石 第一個重點 一定要夠亮 那如何能夠夠亮呢 就是它的比例 對 上下左右的比例是正確的 我真的長知識啊 對啊 所以你早一點看的話 就知道說 這一顆真的是漂亮的鑽石 漂亮 好亮喔 是 想到它這麼一看就這樣 有的人真的是一般般 你知道嗎 廖老師 這一顆我來看 我就講實話 這個 在台灣的市場 這一顆算是很難得 可以得到 真的 非常的難得 因為它的冠布 我們的冠布 如果是這個角度的話 對 它這個冠布是長這樣 冠布 冠布長這樣 然後呢 它的腰圍 是 腰圍我們都會有 這個腰圍 桌邊這邊都會有切割面 對 這個的話還是粗糙面 所以它在台灣的市場 非常難以看到 台灣的市場呢 第一個要標準切割 要三個 三個Excellent 就是 可是呢 如果你只有一個 非常好 然後兩個是Excellent 這個市場就會比較停滯 是 是 這樣妳聽得懂嗎 聽得懂 我們大美人 聽得懂 聽得懂喔 我一直看 秦老師在那邊看 看得很仔細喔 好仔細喔 很多把關的 對妳 喜好比較多 所以她剛剛都講好話 秦老師我只能說 妳在看 鑑定珠寶的那個樣子 特別有魅力 對 這樣講話就對了 加三萬 加三萬 真的 可不可以加醬喔 我們先來評估一下 我們講了 竹筋難詢 來 請建價 七十萬元 恭喜 很不錯耶 這個鑽石喔 不到三個啦 因為它上面有寫 二點九七 然後呢 它的顏色應該是 愛看了 進度也不是很好 但是它的 亮度非常好 是 朱莉姐要再回我十萬塊 所以我很欣賞 但是它裡面 它在這個桌面上 它有一個小小的 我們也放大給客戶看 給我們的觀眾看 這樣好嗎 它有一個小小的 其實在我們節目 就是你可以學到很多的知識 真的學到 如果說想要入手的 想要多了解的 來 你來看看 放大才看得到的東西 就在它的桌面的中央這邊 它有一個內含物 是 這是一個內含物 是 包裹體 是內含的 不過這顆鑽石 我覺得它這一點點 消耗的瑕疵 雖然會減少它的這個價格 對 可是不大影響 它本身的亮度 是 因為它是內含物 這個 我跟你講 這一顆鑽石 帶在妳的身上的話 價值 加五十趴 名人效應 這個就是名人效應 對 瑪麗蓮夢露 瑪麗蓮夢露 有一顆那個彩鑽 是 很淺的黃色 這個應該 拍賣價 應該是市場 大概譬如說 市場的可能是 但是它拍到多少呢 它拍到 那是因為 搭在它的手上 就是名人效應 是 所以等一下妳就拍著 每一件呢 妳都是戴著 然後看妳拍照 對不對 戴著拍照 對 這樣的話 妳就等於是 代言人 真的 而且睽違七年 沒有來台灣了 更值錢 再來看看這一顆 我沒有想到是 喜愛大巡寶家的 觀眾粉絲們 我們有YouTube頻道囉 只要在YouTube搜尋 東風衛師 或是掃描 下方的QR Code 就可以收到 最快最新的節目內容 還有更多網路 獨享的影片 方法也很簡單 只要按下訂閱 開啟小鈴鐺 就可以收到 我們最新的節目消息 也不要忘了 分享給身邊的好朋友喔